繼續來看到公與能這個主題喔 我們上次講到公的這個定義啊 就是力跟位移的平行分量拿來相乘 是一個存量 它的單位是交耳 那能呢 能有什麼能 能有動能啊 有位能啊 它的單位 它的能的符號呢 叫做1 能的符號叫做1 Energy嘛 那它的單位呢 也是交耳 所以我這邊就衍生一個問題啦 公跟能 他們是有一樣的公字單位 那當然公跟能就會有一樣的因次囉 那公跟能有一樣的因次 請問一下為什麼要取兩個名字呢 為什麼不叫公與公或公與能 我們在討論 公與公或者是能與能 如果我們要來討論它叫做公與能呢 它表示說它一定有地方相同 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們單位是一樣的 因次是一樣的 他們也都是存量 公是存量 能也是存量 他們都是存量 那一定也會有相異的地方囉 相異的地方是什麼呢 否則他們就有一樣的名字了 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說出來好了 公跟能呢 他們的關係 他們相異的地方就是 可以直接寫出來 公 公是能的變化量 來寫一下 這個叫做公 這個叫做能 能是1齁 那這個叫這個Δ就是我們的變化 公是能的變化 或說改變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告訴你喔 能其實指的是什麼 是一種狀態 舉例來說啊 在吃飯之前 或者是肚子很餓的時候 那人的能就會成為一個很低能的狀態 低能量的狀態 那吃飽的時候 可能就會變成高能的狀態 所以能 或者你說能量 其實它就是在描述一種狀態 它就是在描述一種狀態 那這種物理狀態呢 是跟我們之前學過的動量有差的 之前在學動量的時候 我們是說 p等於mv 動量等於質量乘以速度 這個動量呢 它在描述一種物體的運動狀態 那這個能量呢 它其實也是在描述一種物體的狀態 只是這種物體的狀態 跟動量要描述的狀態 是不一樣的 它是更抽象的喔 那其實 雖然說 話說的是說它很抽象 但是 其實我們都學過啊 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吃飯之前呢 很低能 吃完飯之後很高能 那這是 這是狀態 能是一種講狀態的 那功是講什麼 功其實就是能的改變 所以 功其實講的就是一種 狀態的 改變 可以嗎 狀態的改變 可以嗎 狀態的改變 好 所以功跟能的關係其實就很簡單 功是能的變化量 所以它們當然不會一樣囉 OK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打過電動 如果有玩過任何類似的電玩的話 都知道 電玩裡面呢 如果是 例如什麼 洛克人之類的 或者是 格鬥天王 或是什麼 遊戲 基本上 它都會有 它的 血 那個人物的血 那 這個血量的多寡呢 譬如說在這裡 血量如果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說 喔 你現在是處於一個低能的狀態 那如果呢 你的血量是在這裡的時候呢 就會說 喔 這是一個高能的狀態 其實配合到電玩的一種說法就是 欸你很接近 滿血 或者說你血多啦 那低能呢 就是什麼樣 就殘血啊 殘血 血很少啊 那所以這個能就是描述這個 你的 電玩裡面的主角的 不管是洛克人還是什麼的 它的狀態囉 那如果 完全沒有能量呢 它就死了 好 那如果 它今天你在低能的時候 你吃到一個 吃到一個東西 吃到一個東西 這東西呢 就是叫做正攻 做正攻其實就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 補血的意思 補血齁 好 那如果你吃到 不是吃到一個東西啊 如果你從高能被怪打一下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做復攻嘛 對不對 那就是扣血啊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 從這個比喻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能量跟弓是不一樣的 能是拿來說 喔你現在狀態很多血 可以再被打好幾下 還不會死 這個叫做高能 這個叫能量 那你補血 吃到補血 或者是怎樣 被怪物打到 扣血了 這個就是什麼 做正攻跟做復攻的差別 所以他們當然不一樣喔 而且他們會有一樣的 他們有一樣的單位 但是他們代表的意義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就是 公跟能的 意 還有同